这是一座特殊的人造古城 这里的人们都是活着的群演 他们的大脑都被改写成古代人的记忆 他们的所有言行举止都被城外的现代人直播观看 于是一场全球的娱乐盛宴再次展开 在这场娱乐盛宴诞生出了一名新型顶流 引起了全民沸腾 那就是皇宫里的巨美皇帝叶千语 于是为了吸引眼球 大型真人秀非你莫属 由此诞生 这场真人秀节目将还选出23位女士送入古城 最后丰厚的人便可获得两亿元的奖金 于是来自个大平台的影后名流演员歌星蜂拥而至 还有一位用于衬托其他女嘉宾的工具人 本职业为野外求生女主播的香奎 也接到了通道前来参加这场普代恋宗大戏大家好 欢迎收看冷宫求生直播 此时香奎来到隐藏摄像机前问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他被打入冷宫的第35天 依旧继续待在宫中无人问津 只好继续从操就业 当起了野外求生的主播 今天香奎决定一起溜出去钓鱼吃烤鱼吧 而他看不见的是 此时直播的弹幕上都在忍不住吐槽 他竟然还活着 但是求求你放过玉花园的井里吧 然而香奎轻松地爬上工墙 却看见墙下几个士兵NPC威胁他赶紧回去 香奎甘大地笑了笑解释 自己不过爬上来看看风景 又灰溜溜地翻回了墙内 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香奎叹出一口气 哎 好饿呀 今天真的快没力气 这在冷宫中每天食不果腹的日子 要不是他拥有野外生存的技能 可能早就下线了 他抬头看看天空 难道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感叹之际 一只无辜的鸽子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香奎眼睛一亮 有救了 他舔舔嘴唇 天不亡我 今天就吃烤乳哥 新鲜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顿时化身为美食博主的香奎 津津有味地啃起了烤乳哥 而他看不到的是 弹幕此时正在疯狂输出 天哪 快看你身后 一名身穿华服的男子向他缓缓靠近 真的性格好吃吗 偷吃皇帝的信哥被抓个正正 被打入冷宫的香奎顿时身体僵住 此时冷宫直播间内出现了顶流皇帝叶千语的声音 屏幕前的追星少女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狂刷弹幕 巫皇万岁叶千语实在是太帅了 看着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的香奎他缓缓开口 你平日里偷吃玉花园的锦里也就算了 但你截杀信哥 万一耽误了重要讯息可怎么办 香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他不好意思的缓缓开口 可是 我饿了 叶千语听眼眼神一顿 看向香奎一双无辜的双眼 他摇摇头 罢了 正好朕也饿了 你过来一起用扇吧 叶千语伸出手 想把地上的香奎扶起来 屏幕前颈疯了的小粉丝们此时弹幕纷纷感叹 吴皇万岁 皇上真是太暖了 香奎看着眼前毫无一丝瑕疵的男人缓缓起身 至于为什么他现在会在这冷宫里面直播呢 故事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为了追求更新奇的娱乐方式 人们在荒岛上建立了一个人造的楚衡帝国 而在人们夜以继续的观察中 楚衡帝国诞生了一位超人气巨星 就是这个国家的现任皇帝 叶千语 奇妙的是 随着互联网的流传 他甚至成为了所有人家喻户晓的偶像 也是万千少女的理想型 更是直播上家眼里的摇钱树 于是节目组又围绕着他策划了一场选飞大秀 经过三个月的选秀 香奎凭借作为一名小有名气的野外求生博主 以最后一名垫底成绩 有幸入选充当炮灰秀女 于是网头人气地23名的香奎来到现场 节目组为选手准备了豪华套房和自助餐 香奎心中一喜 看来去当NPC之前还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他愉快地跟着大队伍一道向前进入 白毛女主政跟着队伍兴高采烈地进入豪华酒店 却不想被门口保安小哥拦下 道歉 系统检测到您是负债人员 不可以进入五星级酒店 这样啊 的确如此 香奎意识过来他上个月继承了父亲的债务 可是这附近也没有别的落脚的地方 香奎拜托着说 那请问可以让我在大厅沙发上凑合一晚上吗 您也知道我们明天就要参加节目了 话没说完却被隔壁的网头地 十名选美选手杨春水打断 这女人阴阳道 哈哈哈哈 你本来就是个野外求生的主播 哪里不能睡 香奎意识之间无言以对 话虽如此 可是至于他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会成为野外求生主播呢 这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 父亲公司破产 他们不得不从市中心搬去了科技评级的偏远郊外 但是日复一日 当他习惯了边远地区的生活 也逐渐发现了在那里生活的乐趣 刚开始只是在网上分享一些偏僻的生活日常 结果竟然意外走红 成为了大家口中的野外求生女主播 但是 就算有这么一个头衔 可他又不是贝尔 野外求生技能也没有随处可视这么强 想到这里 但是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强人所难 毕竟按规定办事 只能在外面将就将就 香奎叹了口气 看来明天要顶着黑眼圈进宫了 转身离开之际 却被一道轻力的声线教主 去我的保姆车里睡了 车里可以洗澡睡觉 也有吃的东西 我让工作人员带你过去 香奎抬眼看去 这人便是网头人妻第一名 天后苏彼岸 这人简直是天使啊 不仅长得好看 气质出众 心地还如此善良 苏天后留下车要是便离去了 香奎看着他的背影连忙道歉 谢谢 如果今后有用得找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而在一旁的小网红羊春水健壮 却继续无嘴阴阳他 真亏你说得出口啊 你能帮上人家什么 他可是混迹娱乐圈多年 男女通知的顶流天后 是这次节目唯一可以和叶谦语相提并论的人 要什么有什么 就你还想帮人家 真可笑 香奎看着他得意的神情心中暗自不少 眼中生起怒火 哼 等我进宫以后一定第一个把你干掉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激动人心的楚衡后宫选秀开始了 如你所见 现在宫门外除了参加选秀的23位选手 还有古城自带的名门闺秀们一同入宫 但马上这些参选者就会所剩无几 因为就在这第一关 后宫的女官们会对所有秀女进行容貌和身材的筛选 不仅古城自带的闺秀很难通过考验 就连我们经过海选投票前来参赛的选手 也有可能在此处就被淘汰 甚至见不到我们的谦语陛下颖 这些女官的眼睛仿佛就是太和金激光 国际名模的身材在她们眼里 太受无法为皇室开支赛应 身材火辣的封面女郎她们看来竟然是胸内有病 轮到之前刁难乡魁小可爱的小网红洋春水出场 竟被评为客服之相也惨遭淘汰 一旁的乡魁看了也呆若目击 没想到自己都不用出手她就直接下线 于是她有些担忧 自己恐怕也难逃一截 却没想到女官朝她欣慰的点点头 不错 体格健壮 气质阳光 你合格了 于是经过第一轮惨烈的淘汰赛 迎来了大家最期待的选秀环节之电选 但这一环节的秀女至少可以一堵叶千语真容 就算止步于此道也不往白来一趟 为了使剧情更加精彩 节目组还为每一位嘉宾精心调配了补成人设 然而 人设为诗词绝伦的才女 却被皇上夸赞志在四方 以不必困在身宫之游淘汰 撂手回春的小一仙对皇上示意百姓才更需要她 拥有万千少男爱慕的万人 你也被皇上已不想夺人所爱反驳 虽然千语陛下每一个拒绝的理由都十分温柔 但是这也拒绝太多了吧 就在香葵吃瓜赶排这皇帝根本无心选妃之际 大殿至上传顾彼岸觐见 轮到彼岸姐姐了 这一下可有热闹汤 众人纷纷起风压宝 这次天后顾彼岸到底会不会被叶千语找理由拒绝呢 伴随着一道道七代的小眼神 传来叶千语爽朗利落的声音 顾彼岸 端庄大方 风平 四字弦 入住凤阳公主殿 不必按此事乖巧硬下 谢皇上恩的 直播萤幕前的万千少男少女见状忍不住直言好客 太开心了 这是什么梦幻联动啊 奠选逐渐进入尾声 然而目前只有四位嘉丽入选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位 那就是野外求生主播 香葵 香葵紧张地搓搓小手 轮到我了 此时耳垂上的收音耳垂传来提示音 你的人设事 从小在边疆野蛮生长不懂理术的坐金等金 香葵咬咬嘴唇 其他选手那么好的人设都被淘汰 他这个人设也太浪了 他缓缓走进店内 收音耳垂继续提示 首先请你抬头直勾勾的盯着皇上并说出 皇上万福惊安 香葵听言赋本 这般直视龙言不就是让他作死吗 他的心跳砰砰砰砰砰 第一次上这么大的场面 万分紧张 可千万不能说错台词啊 他紧张地抬起头望去 直直对上叶千语一双温柔似水的双眼 他竟然僵住 场面一度沉默片刻 皇上 你真好看 香葵竟然控制不住自己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 说完他才意识到 还是说错台词了 叶千语听言 不斥一声轻笑出声 对香葵说到 姑娘天真烂漫 似乎更适合宫外自由的生活 这果然是要淘汰的节奏啊 香葵有点不甘心 他咬两牙 既然节目组给了他这个做精的人设 那就一做到底吧 于是他大胆地抬起头喊道 皇上 奴婢已经对皇上一见钟情 就让奴婢留下来伺候皇上吧 如果皇上不要奴婢 那奴婢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 场面一度失控 就连叶千语也无言以对 甘大片刻 传来这位皇帝陛下有些不肯定的声音 既然如此 那就先留下嘛 听言不仅弹幕一片震惊 就连跪在地上的香葵本人也有些呆肉怒鸡 这是成了吗 于是虎 变选结束 让我们来看看最终入选名单 第一名 天后顾彼岸 人设为将军之女 受风贤贫 第二名 洛英 古城园居民 皇帝的青梅竹马受风劫鱼 第三名 徐天骄 说唱歌手出身 性格直率受风美人 第四名 莫芙蓉 演员出身性格温婉 受风才人 最后还有一条落网 至于香葵 网红出身 因不通礼数风味未知 所以最终皇后之位到底会发落谁家呢 谁会成为皇后呢 此时奠选结束回到寝宫的叶千语本人 看着屏幕前的数据 也正拭目以待 进宫已经半个月 却从未见过陛下一面的三人 此时正坐在凉亭里闲聊 和着香葵一同禁组的说唱歌手 徐美人和演员莫才人都纷纷忍不住吐槽 看来这部彼岸开局一手好牌被封贤品 如今 他就是千语地的专程了 根本没他们出场的戏份 而此时没名没分的香葵小网红吃饼饼吃的起劲 仿佛事不关己的恢复 是啊是啊 要我我也专程彼岸姐姐 另外两人听言气氛顿时有些凝重 徐美人抑制不住的开始freeze up 急性发挥 This香葵 你怎么事不关己 搞不清厉害关系 再让他一家独大下去 我们全都没心 香葵听言虾猫碰上死浩子的也跟着rap起来 可着急也没办法 这是实力的差异 听着两人你来我往的唱的 小鲜肉莫才人淡淡出声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听说贤品爱吃香葵做的点心 不如就在里面加点料吧 香葵听言眼神一猛 抱歉 彼岸姐姐曾对我有恩 我是不会害她的 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没什么事我先行一步 却又被徐才人叫主 这只是在做节目效果 她又不会真的中毒 成王败寇 你搞清楚我们来参加节目 不就是为了拔的头筹 香葵听言转头朝她友好的笑笑 我知道这是节目 所以如果是顾彼岸让我给你们下毒的话 我一定毫不犹豫 此时两人听言二脸震惊 想到方才还吃了香葵做的饼饼 体内生起一丝反胃之感 而他们三人却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们的一字一句 都清楚地播放在顾彼岸的收音耳环内 寝宫内的美人倾笑出声 他身后装作宫女一同进宫的经纪人 却有些无语 你还笑得出来吗 要不是之前在他们身上放了监听器 都不知道他们要联手对付你 顾彼岸已在窗前笑着回复 谁说联手了呀 小香葵不是站在我这边吗 顿了一会儿又吩咐着说 你去告诉香葵 我想吃玫瑰花饼 让他摘些新鲜的花瓣吧 宫女听言犹豫起来 可是您不是约了皇上一同赏花的吗 顾彼岸见他不为所动 眼神一沉催促 你还不快去 于是接到通知的香葵来到御花园采花 正好被前来赴约的叶千语瞥见 今年的花开得甚好 趁得香葵也艳丽了几分 千语帝没有想到 选秀那日风中颠颠的香葵也有文静的一面 于是叶千语示意示威留在原地 自己缓缓走进香葵 香葵意识到身后的动静 侧身抬头望去 看来这位香葵小主今天要有风味了 允还在御花园偶遇皇帝 这是他入宫后第一次见到千语帝 叶千语被香葵的动作勾起了好奇心 走近问他 你摘花做什么 香葵听言想都没想就回复道 我要给贤嫔娘娘做玫瑰饼师 玫瑰花饼吗 听着倒是很稀奇 叶千语低下头凑近香葵想和他一起摘花 却没想到香葵给了个框框就把他支开 直接无视触发的恋爱剧情就吩咐起皇帝陛下 你摘这片 我摘那片 这样更快 说完小香葵没等陛下回复 就认真的溜走要开始摘花 一旁的侍卫从未见过如此没有脑子的女人 难得有个和陛下亲近的机会 他竟讲起了工作效率 于是玉花园的两人竟真的自顾自的摘起了玫瑰花 摘了许久香葵站起身 他看着千语低一框的玫瑰花 心生愉悦 竟抬起小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真是帮大忙了 叶千语从未被如此对待 愣战了许久缓缓开口 他的声音平静中似乎带着一丝阴森 这是在拍打阵了 此时的小香葵才意识过来 糟糕 好像是不可以对皇帝动粗的 于是他赶紧收手后退一步慌张起来 抱歉呢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常和大灰在一起习惯了 叶千语听眼脸色更加阴沉了几分 大灰是谁 竟还有别的男子 香葵擅擅摆手继续解释 不是男子 大灰是我养的狗 这么说 你是在用对待狗的方式对待这吗 叶千语一向温和的脸上失去了笑容 香葵听到这话瞬间当机 自己现在可是在皇宫里啊 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 赶紧磕头认罪 但是现在忏悔对于慢半拍的香葵来说为时已晚 千语地冷言道 传阵旨意 秀女香葵 行为貌事 即日起扁为宫女 话音落下 不知此时直播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有何感想 香葵的位分终于定了下来 这不作死就不会死 小宫女香葵尘埃落定 于是虎 被扁为宫女的香葵只好承担起宫女的职务 这一天 她费力干活打水之际 传来了徐美人和墨才人的声音 两人见机落井下石 嘲讽他站错了对被扁吃苦受累 现在变成宫女 只配给他们打水 可怜的小香葵就这样开启了苦难的宫女生活 皇上小气 妃子记仇 这后宫实在是难待 而他殊不知的是 他嘴里的小气皇帝 此时已经饶有趣味地在寝殿内看着他挑了一个石身的水 边看着还忍不住吐槽 呵呵 这把力气不当宫女才可惜了 而一旁早已习惯了这位附黑陛下的侍卫也忍不住疑惑 真有这么好看吗 叶千语微笑着喃喃低语 毕竟他很有趣 不是吗 要说宫女选秀分三六九等也就算了 进宫直播后承接的广告也相差甚远 同样进宫 别人接的都是洗发水口红香水这种香香美美的东西 只有香葵接了个高药的广告 还要配合着擦完整个大殿 广告地位立见高下 香葵忍不住叹一口气 忧愁之际身后传来一道尖酸的声音 谁让你现在只是个宫女呢 也就只能干这些粗活了 香葵转头望去 这不是先前选秀就被淘汰的杨春水吗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 杨春水勾勾嘴角解释起来 因为你没有贴身是你 所以我作为节目组特派NPC来给你颁发任务 至于为什么选我 当然是因为我人气高呀 香葵不听他多嗶嗶 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呗 结果杨春水手中的任务卡就转身离去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任务 仔细一看 卡上赫然写了一排字 他的任务竟然是偷拍皇上洗脏 这不是让他胜死吗 一旁的杨春水见状却打烂他 反正你现在的境地也和淘汰差不多了 不如发挥一下剩余价值 而且 不过你不觉得这也是个逆风翻盘的好机会吗 况且你拿了节目组的钱 可得为节目效果着想 于是到了晚上 香葵端着假装来服侍皇上洗澡的道具 佩戴上可以实施直播的美瞳摄像机 前往任务目的地 不得不说已有叶千语出场的地方 弹幕就特别的多 香葵站在门前犹豫片刻 咬了咬牙 为了节目效果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他推门进入 门内水雾缭绕 叶千语的背影站在浴池中若隐落线 男人听见声音转过身来 香葵双眼望去 弹幕顿时疯狂输出 屏幕前的小迷妹都磕疯了 然而此时香葵佩戴的美瞳摄像机 可以实施同步所有弹幕 他眼前顿时被弹幕填满 什么也看不见了 摸不清头脑之际脚下一滑 失去重心就要摔进池子里 香葵心中一紧 这下又要完蛋了 小宫女摔进皇帝的浴池里 全身湿透的从水中站起 眼神朦胧之际竟然一把扶上了男人的身体 对上叶千语一双冷漠的眼睛 香葵连忙后退一步解释 抱歉 我是想来侍奉皇上沐浴 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而对面的叶千语脸色一沉 你不用找借口 他淡淡开口 声音中 透着几分不屑 像你这种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 正可见多了 说完缓缓就向香葵靠近 香葵眼见男人强大的气息逼来 失去思考能力 弄在原地不敢动他 他要干什么 香葵两眼紧闭 这也太近了吧 说好的皇帝陛下端庄手里的呢 叶千语看着香葵紧张的神情 露出一丝颇有意味的微笑 伸手到他背后拿过内衫披上 香葵愣愣地睁开眼睛 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是要拿衣服啊 叶千语走出浴池回头望向 还呆站在里面的香葵 不是说要服侍阵吗 你还不跟上 香葵这才反应过来起身跟随 然而盯着皇帝陛下优雅的背影 香葵却动起了歪脑筋 他低头凑近叶千语 低声道 您整日操劳政务 可会时不时腰酸背痛啊 叶千语听到这话提高警惕 想勾引阵 他的眼神瞟了一圈香葵 把自己故意弄成这副湿透的模样 震道要看看 你能做到哪一步 于是叶千语眯起眼睛微笑反问 好像身体是有些酸痛 你有什么办法吗 听到这话香葵见机行事 如此好的广告机会 他怎么能放过 作为高药代言人的他 掏出一张就给叶千语贴上 他对着叶千语 更对着直播前的各位关注放声说道 我强烈推荐您这款神奇高药 哪里酸痛贴哪里 此时被当作工作人的千语弟 既无语又恼怒 你走吧 正不用你伺候了 事后 被打发回去的香葵 趴在窗前胡思乱想 皇上的性格阴晴不定 以后还是得绕着他走 遐想之际房门突然被打开 是NPC扬春水 香葵 你快看这个 有网友发现千语弟身上贴了 那个你代言的高药 瞬间销量暴涨啊 高药厂家还说要奖励你十万块 香葵看着这个不可置信的数字 有些愣住 这个千语弟 他简直就是摇钱树本数啊 面对NPC送来的争宠秘籍 公女香葵竟然只想拿来搞钱 杨春水得意的拿着这本千语弟攻略 好消息快看 我帮你争取到接近皇上的机会了 香葵欣然接过发出一声哇塞 这么厉害的东西你是哪来的 此时杨春水调皮的笑道 嘻嘻 是用你那高药广告的十万奖金换来的呀 什么 香葵顿时一个原地裂开 呜呜 入宫这么久 好不容易赚到的十万块 竟然就这么没有了 听得香葵忍不住留下心酸的泪水 杨春水见状走进安慰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要是能借此得到圣上恩宠 赚钱的机会可有的是 不如先看看攻略吧 这可是和千语弟的童年有关 叶千语的过去说来话长 在进入古城前 他本是世家公子哥 然而后来由于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突发暴乱 夜市集团纷崩迷稀 他的母亲只好带他进入古城淘寨 然而母子两初次进入这方陌生的势力 也受到了不少欺凌 至于这本攻略 则是一道他童年最难熬那段时间里 一位好心姑姑经常偷偷给他做的典型秘籍 在那段苦涩的回忆中 这些高点事业千语心中唯一的一丝甜蜜 后来也成了千语弟记忆中的味道 香葵听到这里 结果密集仔细研究起来 所以这里面都是那些千语弟的童年回忆典型 杨春水点点头 没错 有了他你便可 听到这里香葵灵光一现 有了这本宝贝诗谱 他就可以打响夜千语童年味道的招牌 回去开店发家致富 走上人生巅峰了 看着香葵一副慷慨激昂 一旁的杨春水有些无奈 这不应该先用来争宠吗 于是几个时辰过后 夜千语的书房里 就出现了香葵的身影 香葵面露喜色 端着一盆精致的糕点走到他面前 贤平娘娘吩咐奴婢 给您做了些糕点 您要不要尝尝 夜千语看着香葵盘中的点心眼神一惊 伸手拿过一块轻声道 这点心的样子倒让朕很是怀念 香葵看着夜千语手上的点心 离他的嘴巴越来越近 心中的期待质感也愈发强烈 来了来了 这一口即将改变他贫穷的人生 只要千语必一说喜欢 他就发财了 然而夜千语却被他炽热的小眼神 看得动作一僵 他抬眼望向香葵 怎么回事 总觉得这眼神如此不同寻常 他这个样子 莫不成是真的爱上我 是还是不吃 这是个问题 在香葵赤裂的目光下 千语弟放下了手中的点心 香葵见状心中一惊 皇上为何不常常就放下了 夜千语不再看他 拿起了本书转移注意力淡漠的回复 正闻着味道一般没有胃口 打走吧 这话一说完香葵顿时觉得晴天霹雳 味道一般 苍天哪 他十万块的食谱就这么打水漂了 香葵心如死灰地走出门 事后一旁的侍卫走出来 也疑惑道 那不是皇上最爱的点心吗 您怎会不想吃 夜千语听言 才淡淡道 这小姑娘设事未深 容易把游戏当真 现在还是不要给她太多希望 以免她受伤更深 点心消露无门的香葵就这样来到池塘边 皇上没这个口福 只好喂鱼了 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糕点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声音 香葵回头望去 彼岸姐姐 此时顾彼岸笑着走来 自然地在香葵身边坐下 伸手拿了一枚盘中的点心 与其拿他们喂鱼 不如给我尝尝吧 还没等香葵反应过来 彼岸直接将这点心塞进了嘴里 香葵急忙道 可这是皇上不要吃的 彼岸姐姐要是想吃我 给你去做新的 彼岸姐姐要是想吃我便你去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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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夜独自在书房中看书的皇帝陛下 突然回想起了自己童年的那位好心姑姑 还有白天的那份点心 她其实有些后果 当时应该先尝一口 再告诉香葵不好吃的 第二天香葵又端着一份 和昨日一样的点心 兴高采烈的在公道上走着 偶然被叶千语撞见 香葵潜行一礼 见过皇上 叶千语的目光锁定在盘子里 那个令她怀念的味道上 怎么又做了这种点心 朕昨日不是告诉你不喜欢吗 罢了 既然你如此执着 朕就勉强尝一尝吧 然而话音落下刚想伸手 却被香葵一个侧身避开 皇上不必勉强 这些糕点是做给贤萍娘娘吃的 婢女还是先告退 说完香葵转身加快 步伐不再回头 独留下叶千语一人在原地有些意外 她这出 难道是欲擒故纵吗 千语帝来到贤萍的宫里喝茶 眼神锁定在盘里的点心开口问道 这点心是香葵做的吧 顾比安拿过一个边吃边回复 是啊 臣妾觉得好吃让她给您送去 没想到皇上不喜欢吗 小香葵听言偷偷翻了个白眼 却被叶千语看见 于是这位皇帝陛下伸出一只手 想要拿过盘里的点心 他送的正是不喜欢 但放在贤萍这儿 正倒是想尝尝 然而他话音未落 贤萍见状却先下手为强 拿走了盘中最后一枚点心 此时叶千语悬在半空的手 扇扇收回有些尴尬 不比按向他头去无辜的小眼神 哎呀 难道陛下也想吃吗 要不让香葵再给您做一份碗 默默站在他身后的香葵 见到叶千语的打脸现场 忍不住吃笑出声 叶千语听到这话 眉头一皱有些脑了 只回了一句 不必了便起身离去 然而刚刚走出门 身后又传来了香葵的声音 皇上 这里还有刚做好的点心 皇上带回去吃吧 叶千语听言转身回道 你当正这么稀罕你的点心吗 香葵听言明白他心生不悦 慢慢和他坦白的原情 这点心的配方 是从一位姑姑那得到的 当初我的朋友 想高价从他手里收过配方 他却没要一分钱 只说是想让牵挂之人 还有机会吃到这点心 叶千语听到这话沉默不语 有些愣住 皇帝陛下就这样 带着这盒点心回了宫 终于尝到了他记忆中的味道 他看着手中圆滚滚的点心 有些出神 味道还原的十分相似 突然 携带的监听器 传来了导演的喊声 香葵 你今天怎么能把事情 透露给叶千语呢 你忘了保密协议吗 万一让他起客怎么办 你的片仇不想要了 过了片刻又传来了 香葵不爽的嘟囔声 千 你们免费收来的食谱 还收我十万大洋 还好意思说协议吗 这一息话被叶千语听在耳朵里 嘴角忍不住上洋 呵呵 就知道会骂你 不过 他们扣你的证不给你吧 千语弟此事提起 笔写下一道圣旨 宫女香葵 赐封美人 刚刚晋升为美人的小宫女 不想着去皇帝面前争宠 却卷扑盖跑来了 贤平的寝宫中 想和他一起住 贤平身后的贴身 侍女见状出言打断 你倒是会占便宜 定是看准了 凤阳公立皇上的寝宫最近 到我们这里 可不是谁想住都能住进来 香葵听到这话有些失落 这样啊 他刚想作罢离去 贤平却朝他温柔地笑道 没关系 我喜欢和小香葵住在一起 你就住在东面的厢房吧 香葵听到这话 立马双眼放光 喊着好爷好爷 就往东边的厢房跑去 顾比安身后的侍女 却有些担忧 真的要让他住进来吗 万一被他发现你 话因为落缺被顾比安 言声打断 你少多嘴他就发现不了 此时的皇宫另一边 叶千宇的寝殿之中 身后侍卫报道 香美人已经搬入了凤阳宫 叶千宇听言看着手中书册 漫不经心地回复道 知道了 朕还听说他最爱吃火锅 你去让御膳房准备一份 送去凤阳宫 叶千宇勾勾嘴角关上手中之书 朕要去为他庆祝乔前之喜 小侍卫听言有些不挤 陛下什么时候这么宠香美人了 没过多久 贤平的店内 一个香气四溢的火锅就准备好了 香葵站在一旁 看着冒着热气咕嘟咕嘟的火锅双眼放光 叶千宇和顾比安两人 端坐在餐桌前准备用餐 千宇地柔声道 春寒未消 朕特意让御厨为贤平准备好了火锅暖身 说完他又看向身后的小缠喵香葵 按照规矩 以你的未分是不能与我们同时的 不过这个给你 叶千宇伸出双手给香葵地上筷子一双 香葵见证心中一喜 刚要谢过皇上 却没想到叶千宇的下一句又让他心如死归 这筷子给你 你可以在一旁给我们夹菜 原来这是为了报复 于是叶千宇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火锅 一边催着香葵给他夹菜 这一幕看在对面的顾比安眼里 却十分不爽 这一场叶千宇怀着小心思的火锅眼收尾后 顾比安身边的侍女看着千宇地离去的背影 愤愤不平道 我怎么觉得皇上这次是冲香葵来的呢 若是皇上真是看上了他 岂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顾比安听言撇过头冷静回复 这没什么影响 香葵心思单纯不足为虑 另一边服侍了千宇地半天都没吃上一口的香葵 此时有些年的趴在栏杆上有些惆怅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怎么现在他还能闻到一阵阵火锅的香味呢 眼处传来一声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 香葵抬眼望去 顾比安坐在院外的石桌上朝他喊道 我特意让厨房给你留了些火锅 你要来尝尝吗 小香葵听言心中一喜 直呼我要 他跑到顾比安面前感激涕零 进宫后终于吃上了这心心念念的火锅 呜呜 谢谢比安姐姐 你真是对我太好了 顾比安听言笑着反问 那是姐姐对你好 还是皇上对你好呢 香葵毫不犹豫道 当然是姐姐对我好啊 看到他这副没心没肺的模样 顾比安继续追问 那以后姐姐来罩着你 你离皇上远一点如何 香葵听到这话停下了嘴上的咀嚼 抬眼看向他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接着又伸出一只小手要拉勾勾 顾比安笑着应响 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些宠命 好啊 我们拉多勾 皇帝来到宠妃宫中不离眼前的妃子 却只想找一个美人 见着千语帝一副心度在焉的模样 顾比安明知顾问 皇上您在看什么呢 千语帝这才收回思绪喝了口茶反问 正这两次来怎么都没见到香美人呢 顾比安听言笑着回复 香葵最近贪婪 估计是去御花园放风筝了吧 听到这话叶千语若有所思 没过多久便坐不住了 以正务繁忙为由先走一步 顾比安见他离去的身影行李恭送 脸上却暗暗升起复杂之色 此时身后传来贴身侍女的声音 娘娘 过几日寒实验已准备妥当了 我们要不要提前智慧一下香葵 他一定乐意过来帮忙 听到这话顾比安面色不改直接摇头 不用了 现在看来 还是干脆不要让他参加的好 此时的御花园天空之上 朗朗晴空三只颇有特色的风筝挂在高空 香葵选手的向日葵一号暂时领先 徐美人紧追其后 此时最后的墨才人纹身回头 那边好像是皇上过来 香葵听到皇上两字心中一惊 他时刻铭记着那日与彼岸姐姐的约定 自己要离皇上远一点 于是此时香葵以拙劣的眼睛尿肚而逃 徐美人和墨才人则转身迎上 皇上 您怎么来了呀 千语弟见到两人淡淡开口 怎么就你们两个 香美人呢 转头望去身后的香葵却已经溜走 千语弟见状眉头一皱 总感觉他这是在故意躲着自己 落寞的徐美人和墨才人 好不容易见着皇上一次 结果人家心里却只惦记着香葵 既然争宠无效 徐才人面色阴沉道 不如我们干脆把他做掉 踢出后宫结束游戏 只要送走香葵 这后卫 自然少去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想到这里 两个落难姐妹音效出声 然而他们这一番对话 却被暗出一只小可怜听了进去 此时古城的原著名落 结于听到这可怕的台词瑟瑟发抖 呜呜 后宫好可怕好想回家家 皇宫的另一边 回到自己宫内的皇帝陛下 对香葵接二连三 躲着自己仪式十分不满 直接传出一道圣旨 三日后的寒食宴 后宫所有妃嫔必须参加 无一例外 叶千语勾勾嘴角 香葵呀香葵 正道要看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 红为后宫停飞 有的妃子不停争风吃醋 有的妃子却恨不得把自己埋进土里 寒食宴之上 千语帝邀请后宫仲妃共享佳肴美酒 贤平坐在他的身边举杯供你 这一幕看得徐美人和墨才人眼红的紧 这皇上身边的广告位 可不是分分钟日入过万了 另一边的香葵和洛杰鱼 却面色难堪不敢抬头 两只黏了的小可爱互相雷达一醒 红是天涯沦落人 四目相对之际 洛难姐妹竟然近在咫尺 香葵甘大的笑笑 哈哈哈哈 我是今天肚子不太舒服 洛杰鱼无脸回吹 好巧啊我也是 看着香美人一服不想争宠的样子 莫不成是同道中人 此时香葵轻声问道 洛杰鱼 你可知为何皇上身边还有一个空桌呢 洛杰鱼点头应道 那是皇上为太后娘娘准备的 虽然太后从不爱热闹 但皇上致孝 无论有什么活动都会背上座位的 香葵听言望向叶千语的方向 原来如此 虽说没见过太后 但是能培养出 千语弟这样的儿子 一定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吧 此时叶千语似乎察觉到了香葵的视线 转头对上 突然之间四目相对 香葵小心干一颤赶紧贴开头 叶千语却直接开头叫她 香美人 过来给朕道酒 是福不是或是过赌不过 香葵只好乖乖听令拿起酒服给她针酒 叶千语勇懒地抬起一手 撑住下巴打亮道 说起来 朕也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 不如香美人就坐在朕身边 让朕好好瞧个够吧 这话听在香葵耳朵里 直接慌得脸貌虚汗 她似乎能感觉到 对面的彼岸姐姐脸色一点 这这这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小香葵提起酒服放声道 能得到皇上的赏识臣妾激动万分 为了表达此刻的激动之情 这酒我干嘛 您随意喊 抬起酒服就直接蹲蹲蹲蹲 看得千语弟和布彼岸脸震惊 一胡下肚小香葵宝格一个 两眼一番直接扑倒在桌上 顿时整个店内的气氛开始凝固 要不 还是先送她回去吧 顾别按这话来得正好 听言洛杰鱼立刻起身 我来送她回去 女孩猛观自己一整服 只因她不想得到皇帝的恩宠 然而千语弟的后宫之中 不想得宠的妃子却不止香葵一个 见到香葵喝得不省人士逃过一劫 洛杰鱼连忙起身主动请因 要将香葵送回寝宫 回去的路上 洛杰鱼搀扶着香葵慢慢走着 走了一段时间 喝醉了的香葵偷偷睁开眼睛 确认此时没有别人才恢复常态 好了没事了 不用服我也行 原来你是装醉 洛杰鱼有些惊讶 香葵揉揉脑袋 其实自己只是想找个借口离开宴会 却没想到洛杰鱼直言回道 你不用解释 我明白 你想方设法避宠是对的 因为得宠会有危险 话音落下香葵有些不解 这是合一 洛杰鱼继续说 后宫里有人想害你们 而且今夜正逢寒时节 限制灯火光线昏暗 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总之你躲远一点就对了 然而洛杰鱼的话刚落下 香葵却直接折返 他匆忙地跑回宴会的方向 他心中突然生起恐惧 洛杰鱼是古城的原住民 不知道节目的事情 他说有危险 那岂不是真的会有危险 要回去提醒彼岸姐姐 此时的宴会之上 其乐融融之下却是暗潮涌动 顾彼岸的收音耳垂之中传来声音 准备就绪 现在行动吗 顾彼岸故作喝茶 拿起茶杯掩面 轻声回了的恩字 听言身后侍女一声令下 各单位注意 开始行动 话音落下 他却从门口瞥见了香葵的身影 然而任务已经下达 站在角落的宫女抽出一把匕首 就朝着叶千语回去 叶千语意识到不妙站起身 他旁边的顾彼岸 见装力马兰在身前想要挡刀 却不想千军一发之际 香葵飞速赶来 姐姐小心 他一把推开顾彼岸 挡在皇帝身前 扑斥一声 是胸气入体的声音 香葵呆愣地站在原地 他有些腿软 向后倒在了叶千语身前 看着插入香葵胸口的匕首 叶千语眼神一惊 大声喊到快船太医 此时香葵靠在他的怀里一言不发 他觉得好奇怪 自己明明是中了刀 还流出了这么多血 可是为什么 一点都感受不到疼痛呢 小美人为救姐姐不顾危险 自己冲过去挡住刺杀 然而这短肩入体 竟没有丝毫的痛感 香葵有些猛了 身前是千语地急促的叫喊声 香葵坚持住 别睡过去 但是香葵现在其实并不想睡 他甚至更清醒了 现在想来 刚才明明是彼岸姐姐要给皇帝挡刀 然而他却抢了姐姐的剧本 香葵此时对上顾彼岸的双眼有些心虚 他想要伸手说出一句抱歉 手却被叶千语直接一把抓住 别担心 正不会让你有事的 香葵盯着这只手 不禁留下冷汗 我本来是没有事的 但是你的手在抓下去 可就不一定了 此时的直播屏幕之外弹幕疯狂输出 香葵抢剧情的事 已经被顾彼岸的小粉丝们黑了又黑 受伤的香葵被送回寝宫 他想装睡躲过和叶千语的交锋 却没想到自己真的睡了一觉醒了 叶千语却还没走 看见香葵的睫毛轻微颤动 千语地开口说话 香葵 你知道吗 朕的身边有很多人心怀目的接近和讨好 像你这样愿意为朕付出生命的 朕还是第一次遇到 叶千语捧起香葵的手 认真的说 你真心待阵 阵日后一定不会赴你 香葵紧闭双眼不敢回话 叶千语的话越是深情 他越是紧张 紧张得都出汗了 此时NPC宫女杨春水进屋 皇上 香美人换药的时候到了 叶千语听言 才缓缓起身准备离去 毕竟换药的话 自己留在这里也不方便 听到杨春水恭送皇上离开 踏上了香葵才敢偷偷睁开眼睛 他做起长叹一声 终于走了 他都快躺麻了 杨春水此时坐到他身边神情一遍 杨春水摇摇头 孩子你还是太天真了 他能在娱乐圈混到这个地步 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任务 真要动手也不会手软 香葵听完这些话有些愣住了 到了夜晚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想着白天的事情 他有些犹豫 彼岸姐姐应该不会像杨春水说的那样吧 毕竟他是一个那么温暖的人 想到这里 香葵突然听见吱鸭一声 是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他心中一惊 立马闭上眼睛装睡 会是谁 此时身穿红衣的人影走向他的床边 来人 正是顾彼岸 是夜 一道人影偷偷来到香葵的床前 扑面而来一阵酒意 香葵躺在床上紧闭 双眼不敢睁开 此时夜色朦胧 顾彼岸在酒意的衬托下 脸上有些发烫 他轻轻唤了一声 香葵 装睡得香葵心中一惊 这声音 是彼岸姐姐 他能感受到顾彼岸的手 轻抚上自己的脸 此时顾彼岸继续说 这可是你先招惹我的 第二天 一夜过去 香葵把昨夜的事情告诉了杨春水 杨春水听言叹息一声 这话的意思不是摆明了要和你宣战吗 香葵听到这话愣了愣 他垂下头有些失落 可是自己明明听喜欢彼岸姐姐的 杨春水拍拍他的肩膀安慰 此时一声皇上驾到 两个人立马搁救各位一个躺平一个站起 叶千语一脸柔情的走来 香妃 你终于醒了 香葵疑惑 香妃 后边的宫女杨春水上前解释 是啊娘娘 皇上念您护驾有功 给您进封了飞位 现在您的位分 可比贤平娘娘还高了 香葵听言顿时身体一僵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此时夜千语俯下身 与其温和体贴 他看着香葵认真说 以后朕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你放心 有朕在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果真如他所说 这段时间里 皇上真的信守承诺日日探望陪伴 香葵见千语弟温柔的样子 不知不觉看上去顺眼多了 几日后 在太医通之下 香葵大病出狱 可以下床走动 今天他可以主动出门迎接皇上的到来 杨春水想要开口阻拦 香葵却已经走到门口 他心想 千语弟一来就看见他能站起来 一定会吓一跳 然而香葵往门外望去 却愣住 远处的梁亭里 是叶千语和贤平相依向威的身影 见状杨春水走来淡淡解释 其实皇上每次过来都会先陪贤平 香葵不以为然的笑笑 这也是正常 毕竟皇上最崇彼岸姐姐 他转身回房 叶千语首先开口 他已经回去了 你就不用再演了吧 听到这话 顾彼岸抬起 靠在他身上的头勾勾嘴角 说起表演你也不差呀 千语少爷 你早就恢复记忆了吧 叶千语听言不知可否 他从容回复 我这点演技哪敢在你面前搬门弄 是吧彼岸姐姐 不对 应该说是彼岸哥哥 旁人看来恩爱无比的皇帝和嫔妃 暗地里却个怀鬼胎 叶千语吃笑一声 他本来还奇怪着 大名鼎鼎的彼岸天后 怎么突然找他合作呢 原来只是怕性别快要暴露 所以找上他接盘 不比暗听眼脸上露出几分韵怒 不然也不会便宜了你 所以你最好给我感恩戴得一些 他伸出手指毫不客气的戳戳叶千语的胸膛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别自作多情 香葵那一刀可是替我挡的 此时两人之间气氛凝固 然而看在远处观望的人眼里 却是一副轻易的样子 目睹了这一幕的香葵回房后有些出神 杨春水安慰他 别为了叶千语太难过 还是看看网友们现在对你的评价吧 眼见香葵拿起显示屏仔细看起来 杨春水勾勾嘴角反向操作 怎么样 这是不是比叶千语更值得难过呀 香葵气得吐血 网上对他没一句好话 纷纷都在骂他心机白莲花抢戏份 于是当叶千语再次来到房间探望他时 他竟然敲着沐浴念起了佛经 他要认真工作 心心寡欲 远离美色 叶千语留下冷汗 你这是在干什么 香葵故作镇定地说出三个字 积功德 他告诉自己 此刻我已心如止水 再也不会被叶千语的美色捕获 来吧妖妮 然而他偷偷眯开眼睛 叶千语正单手撑着下巴 双眼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男人语气低沉温柔 香葵是干了什么坏事 需要攒这么多功德呀 这等美色看得香葵一时之间又失了神 面对叶千语耀眼的光芒 香葵深感功德积攒失败 此时顾彼岸的贴身侍女走来 启禀皇上 贤平娘娘说 您昨晚留下的棋局解开了 请您过去看看 叶千语听眼起身对香葵说 正去看看就回 香葵却直接摇头 不用了皇上 他有些心虚弱弱道 我一会就睡了 您改天再来吧 看着叶千语离去的背影 香葵思绪万千 明明自己先前答应了彼岸姐姐远离皇上 却被对方给出的一点柔情所打动 他自嘲的笑笑 看来网友没说错 自己却是挺查的 次日 香葵忐忑地做了点心去找顾彼岸 不知道姐姐现在还愿不愿意见她了 她在顾彼岸的房门前叫唤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人给她开门 香葵有些失落 我然是生气了吗 她刚想要把点心留下先走一步 却被身后来人叫住 干什么呢 是顾彼岸的声音 香葵转头望去 顾彼岸朝她露出了一如既往的温柔微笑 你这是想投喂姐姐吗 香葵见到彼岸姐姐接受了自己的投喂 偷偷向她靠近 姐姐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顾彼岸柔声回复 怎会生气 你又不知道我的计划 只不过 看到你愿意舍命救我 我还是很感动的 香葵听到这话彻底放松了下来 她拉住顾彼岸的手 太好了 我就知道姐姐还是爱我的 我也会努力成全你的 顾彼岸听到这话愣了愣 她靠近香葵低语 那你要怎么成全 却没想到听到这话 香葵一把抱住她的手臂笑了起来 我知道姐姐和千鱼两情相悦 以后我会发自内心祝福你们的 话音落下 不必按一口气没闯过来 直接被吃到一半的典型噎住了 香葵见状连忙起身给她拍拍 此时的皇宫另一边 若结瑜的寝宫中 因为上次寒食宴受惊 她又受了凉 昏迷了数日还没醒来 梦中的洛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的人穿着从未见过的衣服 还有人言声指责自己只知道追星 甚至撕毁了她偶像的签名照 这些人 似乎是她的亲人 还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 洛英因为伤心欲绝来到古城 接受洗脑 进入宫中 因为她的家人根本不需要她 梦坐到这里截然而止 昏迷中的洛英猛的睁眼 她心跳蓬蓬 梦里那些是什么 为什么都如此真实 这时门外的丫鬟察觉到动静走近 给她端上了一碗药 丫鬟关切道 您总算是醒了 听说香菲都能起来走动了 希望小姐也快好起来吧 听到香葵醒来的消息 洛英面色一醒 伤还没蜕变换了身衣服要去找她 洛英有些自责 当初若是自己拦住香葵 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意外了 刚走到店外 洛英脚下被门槛绊住 一个没踩稳就要摔倒 下一刻 一只手伸出 她正好被路过的顾比安接住 洛英抬眼望去 脑中突然闪回过顾比安在舞台上唱歌 自己在台下欢呼的画面 洛英头疼欲裂 身体支撑不住 又直接摔倒在了顾比安怀里 左手皇帝右手妃子 香葵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半天前 洛杰鱼突然晕倒在顾比安怀里 香葵听到动静连忙跑出来帮忙 侍女告诉她 洛杰鱼发着烧 还想赶着来看她才跑出来 顾比安扶起 洛杰鱼想要把她先送回去 香葵见状担心的靠近 姐姐觉得重吗 顾比安听言心想 若是显得自己力气太大 反而容易暴露身份 于是她有些犹豫者回复 有点重 听言不等她说下一句 香葵一把接过洛杰鱼 那还是给我吧 说完她转身剑步如飞 此时皇宫另一边的叶千语 看到这一幕 直接放声大笑 看到顾比安吃别的表情 她觉得真是太好玩了 她身后的侍卫听言弱弱道 洛杰鱼都晕倒了 吟笑得这样开心 是不是有些没心没肺了 叶千语收回思绪淡淡道 这场病对她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就像我们当年那样 香葵和顾比安把洛杰鱼送回了宫中 香葵有些自责 都是因为来看自己洛杰鱼才成了这样的 顾比安想要开口安慰她 此时睡梦中的洛英却发出了一声梦意 好像是在叫顾比安的名字 顾比安凑近仔细听 洛杰鱼闭着眼睛喃喃道 比安 妈妈爱你 听得顾比安满头问号 没多久 叶千语变过来了 听到皇上驾到 香葵转身就想行礼 叶千语见状连忙上前搀扶 香葵小心 不必多礼 我方才听闻你一路抱着洛杰鱼回来 明明你自己的伤财刚好 怎可如此莽撞呢 不如我先送你回去休息 贤兵便留在这照顾洛杰鱼吧 顾比安听眼眼色一沉 他一把拉住香葵回复 若结瑜还在病中 我看皇上应该留下来 多陪陪他才好 我来送香菲回去吧 这时叶千语继续伸手 拉住香葵不肯退让 他故意阴阳道 香菲要是半路累了症 还可以抱着走 但贤兵你不一样 毕竟你是个弱女子 应该抱不动吧 顾比安直言回道 皇上多虑了 我抱得动 香葵见着僵持着的两人 突然脑中闪现了一个好主意 他一只手拉过顾比安 两人互相嫌弃的甩开手 顾比安边擦着手边说 香葵性格单纯 容易当真 你不要总是戏弄他 叶千语听眼贴过头淡淡回道 你怎知我不是认真的呢 自愿接受洗脑进入古城 当NPC的洛英 竟然回忆起了一切 此时的洛英坐在床上思绪万千 叶千语缓缓走来 他低声道 你醒了 洛英一惊 不等他说话 叶千语首先开口 不管你想起了什么 但只要出了这个门 最好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洛英诧异 难道你也 叶千语听到这里叙了一声 示意他别再说下去 和洛英交谈完毕的叶千语不再多留 回去的路上 世卫疑惑 皇上为何要这样帮洛杰鱼 万一暴露自己 叶千语表情淡漠 他垂下眼帘南南道 同是天涯伦落人 能帮一把是一把 这个时候 他突然回想起自己出入古城时 应恢复记忆手足无措的情景 这天晚饭的时候 香葵坐在餐桌前被盛行款待 顾比岸和叶千语争先恐后的给他夹菜 香葵无奈 虽然说他很能吃 但这也太多了吧 现在就算是慢半拍的香葵 看着布叶两人火药味十足样子 也觉得十分微妙 他甚至以为 这两人不会是吵架了吧 夹在中间的香葵觉得十分尴尬 香葵看向叶千语 他在想 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彻底让他讨厌自己 不再纠缠呢 想着想着 香葵突然回忆起 当初在御花园 叶千语因为和狗受到了同等待遇而大发雷霆 把他贬为宫女的警警 于是这一次 香葵决定大胆的再次尝试 他颤抖地伸出小手 摸上了千语弟的脑袋 好乖好乖 还记得我爱吃什么 叶千语听言动作一顿 香葵屏住呼吸等着他大发雷霆 却不想下一秒 叶千语撇过头说 你竟敢摸正的头 香葵震惊惊 这台词没错 但是娇羞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接着咔嚓一声 是顾比安捏断筷子的声音 香葵想要解释这个误会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们 却不会相信他这个绿茶 这是皇宫的另一边 太后的寝宫中 许久未露面的太后 竟然起来梳妆打扮 她的声音中带着几分严肃 不能再任由千语胡闹下去 香葵此时激动万分 因为今天就是古城 一年一度的狩猎日 作为一个野外求生女主播 狩猎场可是她的天堂 远处的叶千语 见到香葵摸摸小骏马 再玩玩小弓箭 也跟着勾起了嘴角 她心想香葵高兴成这样 看来以后的多半几次围猎 这时顾比安走近香葵 她不好意思的揉揉鼻子轻声说 我也想骑马 可是不太会 香葵能教教我吗 听到这话 香葵二话不说 拉上了她的手笑着印下 顾比安眼见计划得逞 却不想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叶千语走来拉住她的手臂 贤凭想学骑马 怎么不来跟朕学呢 叶千语笑得似乎十分开心 朕也可以教你 听言叶千语望向跑远了的香葵 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你看她一个人玩得多开心 难得见到香葵这样 就让她放开手好好玩吧 顾比安也望向欢脱的小香葵 好吧 这次不反驳你 这时叶千语拉着马准备离开 贤凭就找个温顺的小马自己玩吧 朕就不奉陪了 顾比安见她走得匆忙开口叫住 等一下 你该不是要跑去找香葵吧 叶千语不知可否 是又怎么样 你管得着吗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声太后驾到 太后管不朝着他们走来 顾比安轻笑 这下能管住你的人来了吧 然而下一刻见到叶千语的表情 她却愣住了 叶千语顿时满头虚汗 看上去十分恐惧 母子两一步到树印下坐着 这还是顾比安第一次见到这般拘谨的叶千语 太后明明就是她的生母 怎会如此惧怕 叶千语为太后地上一盏茶一获道 母后怎么来了 太后接过茶盏淡漠地问 我看你最近和那个香葵相处得不错 是喜欢她吗 听言叶千语的眼底闪过几分紧张 怎么会 我只不过陪他们玩玩罢了 听到这话 太后轻笑一声 不是真心的变好 不然过会儿你就要心疼了 叶千语一惊 她急着开口问道 母后做了什么 太后淡淡回道 一点小警告而已 兔年吃兔兔 这不 香葵在狩猎场上英姿萨爽 刷刷几下就猎得兔子一只 她忍不住吐槽 这里的兔子也太傻了 躲都不躲 这时末才人走来向她笑着解释 因为这些并不是真的兔子 只是提前设定好的人工智能 这么一说香葵才发现了端倪 这兔子吐的都是粉血 香葵深感佩服 你怎么连这都知道 末才人继续说 这种爱道具我以前拍戏时就常用 就像等等我的剧情 就是让我被亚狼围攻 然后千语殿下过来英雄救美 想想多甜蜜呢 听到末才人的直言不讳 香葵有些意外 你把剧本都告诉我 就不怕我抢你的吗 末才人柔声回复 我知道你不会的 你上次应该也是误打误撞 才抢了剧本 香葵眼神一顿十分感动 他一把拉住末才人的手 想不到你会愿意相信我 真是太好了 末才人听言轻飘飘地回了剧 主要还是因为你演技太差 要是演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过既然都被你说是个好人 一会剧情开始我就指点你一二 让你开开眼界 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演技吧 于是香葵走到角落 乖乖躲好准备看戏 末才人听到狼嚎 急促地奔跑喊救命 香葵眼神一亮 好戏开始了 下一刻 末才人被狼追赶 重重摔倒在地 正当香葵感慨着 他不愧是专业演员时 莫才人朝着香葵大声喊道 香葵快救我 这狼有问题 香葵一惊 眼见灰狼就要扑向末才人 香葵不再犹豫 果断地张弓射箭 嗖的一声 命中灰狼要害 灰狼倒地不起 接着香葵走进末才人 你没事吧 此时末才人背下的双眼阴晕 还好有香葵在 这狼竟然提前发动了攻击 香葵擦了擦蓄汗 幸亏末才人没事 只不过这样一来 他岂不就是抢了叶千语的剧情 却不想下一刻 倒地的灰狼竟又睁开眼睛 锁定住香葵的方向 嗷屋一声 直接扑在了他的身上 香葵措手不及 末才人担心不已 此时不远处传来叶千语的声音 坐那别动 叶千语的动作爽力干脆 将这只灰狼一击毙命 香葵松了口气 他得救了 叶千语低声询问 你没事吧 香葵胎眼回复 没事 只是小伤 却不想话音落下 叶千语此时对他视若无睹 反而对着地上的末才人伸出一只手 你的胳膊受伤了 让我送你回去吧 两个妃子同时受伤 皇帝却选择救轻伤的那个 被叶千语扶起的末才人望向香葵开口提醒 皇上 香葵他似乎伤得更重 此时香葵愣在原地带看向叶千语 叶千语回头望了一眼 又极可撇开 听起来十分淡漠地吐出一句 他对这里熟悉 知道怎么回去 说着 叶千语带着末才人翻身上马 十分肯定地对香葵说道 你能自己回去的吧 站在原地的香葵只好勉强回了去 可以 此时的他意识已经有些模糊 光是保持站着不倒下去 他便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香葵强忍着肩上传来的痛苦 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 直到感受到温热的液体不断从肩上的伤口流出 他才意识到 这伤势似乎比想象中更严重 还伤得这样重 叶千语的神情仿佛正在极致忍耐 他的手死死拽紧了缰绳 用力地回了句 朕知道 两人回到营地 顾比岸首先疑惑 怎么只有你们回来了 香葵呢 末才人放声大喊 快派人去接香妃吧 他被狼袭击受了重伤 顾比岸心中一惊 他顾不得别的 立刻翻身上马 朝着林子里跑去 找了一会儿 等他见到香葵的身影 香葵终于松了口气 朝他轻声换了句比岸姐姐 下一刻 便施了力气 再也支撑不住 昏厥了过去 顾比岸将香葵带回营地 然而此时的营地之中 落寞的皇帝背后 太后却颇为满意地夸赞了一番 但走前还不忘了悄悄提醒 下次你的人气要是在下滑 可不止警告这么简单了 叶千语的脸上冒出虚汗 他垂下头 朝着太后的背影 行了个礼恭送 这时身后传来香妃和贤嫔回来的消息 顾比岸抱着昏迷的香葵 着急地喊太医过来医治 叶千语从远处呆呆地看着昏迷不醒的香葵 心情十分复杂 香葵受伤皇帝视若无睹 比岸姐姐却不会把她丢下 顾比岸将香葵带回寝殿细心照料 然而昏迷的香葵却不肯张嘴吃药 顾比岸着急不已 在香葵身边守了一夜滴水未尽 身后的侍女端来碗粥想让她吃点东西 顾比岸却担心地吃不下 然而这祭司粥的香味却飘进了香葵的鼻子里 闻到食物的味道 昏迷中的香葵肚子咕噜咕噜 竟然一口咬上了顾比岸的手 感受到手上传来的触感 顾比岸忍不住有些不好意思 意识到香葵对食物有反应 她接过侍女递来的周围她 香葵也跟着张开嘴 乌液着喝了下去 喝了几口才依偎在顾比岸的怀里 恢复了均匀的呼吸 但殊不知 香葵就下墨才人一试 已被节目组恶意剪辑成了香葵 故意抢墨才人剧情 网络上全然都是怒骂香葵的声音 墨才人见状想去澄清 这明明就是节目组操作不利导致的意外 怎么要香葵来背锅呢 她的经纪人却开口阻拦 节目组不是你得罪得起的 如果不想被封杀 就不要去出这个头 一天过去 看到香葵的气色逐渐恢复 顾比岸才肯放下心来回房休息 然而她推开房门 却看见叶千语站在里面 见到她的身影 顾比岸立刻脸色一变 叶千语低下头轻声问道 香葵她怎么样了 然而顾比岸不等她说完便忍无可忍 啪的一声给了她一个耳光 你还有脸问吗 她伤成这样 你居然把她一个人丢下 叶千语的眼神闪烁 我也是逼不得已 听到这话 顾比岸更气了 她一把拉住叶千语的衣领 你要是没能力护她周全 就别去招惹她 叶千语看向顾比岸顿主 过了片刻 才轻声吐出一句 你说的对 以后我不会再接近香葵了 此时的另一边 香葵从夜色中醒来 她有些茫然的望向周围 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突然感到肚子饿了 起身想要寻找些吃的 却不想一走出房门 便听见了远处房里 传来的彼岸姐姐的声音 这么晚了她还没睡吗 香葵走进她的房间 却发现房门还没关紧 抬眼望去 刚想开口和彼岸姐姐打声招 却看见顾比岸一把霸气的 将叶千语避咚在墙上 香葵顿时想歪无脸 连忙闭紧眼睛转身就溜 看得顾比岸和叶千语猝不及防 接着冬的一声 香葵直接被门槛绊住摔倒在地 这么一摔 身上的伤口又更疼了 香葵卧病在床 却成了后宫的团宠 莫财人一脸歉意地走来看望 要不是因为她的剧情 也不会害香葵被观众们误会 她特意带来了压箱底的宝贝 莫财人拿出一只适合送给香葵 里面装的都是她瞒着检查 偷偷带来的现代小零食 香葵欣喜不已 莫财人走后 她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吃了起来 顾比岸端着药丸走来 见到她把自己蒙在被窝里的模样 心疼的安慰 别难过 你现在受的委屈 日后我都会帮你讨回来 听到顾比岸的声音 香葵才露出了个脑袋 姐姐快看 刚刚莫财人给了我好多小零食 你也一起尝尝吧 顾比岸见她没心没肺的模样 伸手弹了弹她的脑袋瓜 几袋零食就把你收满了 你可真好糊弄 香葵起床喝药 这时洛英从外边走来 此时的她已经恢复了原先的记忆 见到爱豆本人对香葵如此体贴 洛英羡慕不已 香葵望见门口张望的洛英 笑着朝她打招呼 洛杰鱼 你也来看我了吗 洛英走进房间问好 见到她的到来 布比岸却起身离开 让他们慢慢聊 洛英没想到她刚来比岸姐姐就要走 她望向远去的背影难难道 贤平对你可真好啊 香葵听眼点头回道 因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姐姐 等我痊愈了也要这样守护她 听到这话 洛英的心中一颤 没想到家人静在她身边 她拉住香葵一脸激动 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姐妹 此时皇宫的另一边 叶千宇正从显示屏里默默看着香葵 身后的侍卫开口提醒 太后又去闭关了 您要是担心她可以亲自去看她 叶千宇的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嘲 朕的后宫都围着她转 哪里轮得到朕担心 显示屏中突然出来洛英担心的声音 香葵的伤口又渗血了 还化膿了不好愈合 叶千宇脸色一沉 低声吩咐 快让闲停过来 片刻后 叶千宇急着问顾彼岸 节目组没有医疗团队吗 她的伤怎会越拖越严重 顾彼岸的神色凝重 节目组说古城里不能出现超过现代的医疗技术 只有香葵自愿淘汰 才能出导接受专业治疗 叶千宇听言冷哼一声 他们无非就是想借机逼香葵走 顾彼岸走后 是为感叹节目组的冷漠 怎么说香葵也是因为他们操作不当受伤的 叶千宇拿着支语剑淡淡回道 在他们眼里 我们不过是个赚钱的工具 看工具没用了就会轻易舍弃 哪里会管他的死活 说着 叶千宇拿起语剑用力划上了自己的脸 只是不知道 我这个好用的工具 他们可还舍得丢弃 为了救爱飞 男人竟然用剑划泼自己的脸 当外界得知叶千宇脸上受伤时全都心急如焚 节目组也冒着违反约定的风险 连忙派遣现代医生进入古城为他治疗 在现代医术的治疗下 很快 叶千宇的脸就开始好转 陪同千宇帝治疗的顾彼岸见状开口提醒 难得神医出山 正好去给香妃娘娘也一同瞧瞧吧 这名请来的神医是顾彼岸的老乡时 听言恭敬的行了的礼应下 神医走后 顾彼岸对叶千宇的语气也温和了几分 没想到你愿意为香葵做到这个地步 叶千宇听言轻叹一声 也不全为了他 作为工具人偶尔也想要叛逆一下 顾彼岸笑了笑 这倒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我还以为你是个只会乖乖听话的妈宝呢 听到这话 叶千宇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顿了片刻 又朝着顾彼岸离去的背影嘱咐道 你真是对太后一无所知 别去招惹他 在这古城 他想对付谁 连节目组也无可奈何 听言顾彼岸的脚步一顿 眼神中却暗暗透出几分坚毅 很多常用的叶系统都是他带队研发的 听到这里 不比岸心中明了 那天狩猎狼群失控攻击香葵的事情 定然也出自他手 只是这么看来 古城的叶使用权已被他操控 确实不好招惹 但是他感动香葵就绝不可以 几日后 闭关中的太后突然召见千宇帝禁见 叶千宇有些意外 没想到他这位母亲眼里除了数据 还会关心他的伤势 此时太后的寝宫内 是与宫外场景截然不同的画面 在众多科技设备的簇拥中 太后正带着眼睛不停的敲打代码 叶千宇走进房间开口问道 母亲找我有何事 太后被对着他吩咐道 昨日开始古城的服务器就一直遭到攻击 我要升级防火墙没空做别的事 你去查一下这个黑客是谁 叶千宇的眼中闪过几分微不可见的失落 他淡淡回了个视资准备离开 却又被太后叫住 对了 你脸上的伤做得不错 自从你受伤后 数据热度和代言商品的成交额都上涨了 受点小伤就可以提升数据 这买卖很划算 叶千宇沉着一张脸从太后处离开 走到自己的寝宫 却看见香奎等在门前 叶千宇疑惑 你不待在屋里好好养伤 出来瞎跑什么 香奎见到叶千宇 急着掏出一只瓶盛在他的面前 参见皇上 我听闻您的脸受伤 是来给您送药的 这瓶药是神医刚刚给我的 他说这个区八高特别珍贵 连皇上都没有多少可以用 我是怕您不够用 才在送了点来 叶千宇心中惊讶 他担忧着问道 你自己都没好权 就不担心自己不够用吗 香奎摇了摇头继续解释 我的够用了 皇上的伤在脸上 你的更要紧 叶千宇的心底泛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暖意 就连亲生母亲都毫不在意的小伤 他却全然放在心上 还要把弥足珍贵的药分给他 后宫最受宠的妃子竟是男扮女装 眼见香奎被蒙在鼓里 顾彼岸决定向他坦白所有 半天前 香奎因为担心叶千宇的伤势 亲自探望为他送药 叶千宇却冷冰冰的拒绝了他 笑话 震的药若是不够 哪还轮得上你用 香奎听言正了片刻 才尴尬的收回收苦笑一声 也是呢 是臣妾多虑了 说完他便低着头转身先行告退 叶千宇沉默虚愚 却又叫住了即将离开的他 既然你都把药送来了 那就帮朕涂好再走吧 听言香奎擦拭干净双手 取出一些药 小心翼翼的靠近叶千宇 望见他那张金贵的脸 香奎有些犹豫 他就这样涂上去真的没问题吗 想着 指尖竟忍不住颤抖起来 下一刻 手却被一把抓住 香奎猝不及防 叶千宇平静开口 你的手别抖 然而就在此时 门外走来一道熟悉的身影 不比安阴沉着一张脸打断 皇上 香奎身上伤势还未痊愈 不如还是让臣妾给您涂药吧 听到比安姐姐这番话 香奎连忙抽出自己的手 灰溜溜的转身逃跑 啪大一声关上房门 香奎才松了一口气 自己可不能让比安姐姐吃错了 得给他们留一点二人空间才行 然而他张开手心才发现 刚才急着走忘记把瓶盖放回去了 香奎刚想敲门进入 却不想此时屋里传来了 顾比安愉怒的声音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接近香奎吗 香奎的手顿在门前 又落寞的垂下 一个时辰后 回来的顾比安在院子里 遇到了垂头丧气的香奎 他疑惑问道 怎么不回去好好休息 香奎轻声开口 刚才你们在屋里的谈话 我不小心听到了 你不让叶千语接近我 是不是因为 你也觉得我是个心机绿茶 顾比安揉上香奎的脑袋 对不起 让你误会了 但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 我可以和你解释 不过香奎先去好好休息一下 等你休息好了 我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 顾比安回到自己的房间 卸下手势 换回男装 他已经不想再骗香奎了 另一边的厅房中 香奎已经等候多时了 眼见一桌子菜 香奎十分意外 比安姐姐倒得这么正式 看来真相一定不简单 顾比安缓步走向香奎的房间 正当他要敲门进入时 却被侍女拦住 娘娘等一下 太后突然召见您 顾比安本想拒绝 却又被侍女一通而已说服 她的神色变得凝重 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 大步转身离去 顾比安一身男装 来到太后的寝宫 太后的侍女 太后居然直接让她看到这些 就不怕她暴命吗 下一刻 她却突然眼神一顿 那里显示的是她家中的监控 是姐姐 此时耳边传来太后的声音 呵呵 看到自己的双生姐姐 你怎么反而不高兴呢 太后的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的笑 我看了一些你的报道 你凭选秀走龙 但却遭遇潜规则导致精神失常 被迫入院治疗 出院后整个人却截然不同 不仅曝光公司黑幕 还凭借新人社风靡了整个娱乐圈 我不相信一个人在短时间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黑进了你家的智能系统 果然不出所料 竟发现了你还有个双生姐姐 说到这里 布比岸神色中闪过几分慌乱 太后的语气却带上了几分威胁的意味 要不要现在就请你姐姐喝一杯茶呢 下一刻 家中从未出过错的智能保姆 竟然不小心把热水洒在了姐姐手上 布比岸言声喊停 够了 无论你想做什么 你赢了 布比岸走出太后的房间 便看见了在门外后着的叶千语 叶千语开门见山 之前攻击古城服务器的是出自你的手笔吧 我提醒过你 千万别去招惹太后的 布比岸面色不悦 同样没办法的人 还好意思跑来说风凉话吗 叶千语听言不气不恼 低下声继续回道 我只是想把你对我说过的话还给你 如果无法护他周全 就别去招惹 此时的香葵已经坐在外边等候多时了 半天过去却依旧没有等来比岸姐姐 忽见远处一道人影 香葵欣喜地站起 姐姐你终于回来了 话说到一半却又顿住 可是你怎么穿了男装 后宫嫔妃竟然换上男装去找心意之人告白 刚要进门却被太后半路传指召见 谈话完毕 布比岸再次回到宫中 便见到香葵带着一货走来 比岸姐姐 你怎么换了身男装呢 布比岸神色犹豫着开口 脑中却又回想起叶千语的提醒 只好垂下眼帘说了一句违心话 因为粉丝都喜欢我这么穿 香葵并未察觉出一样 他凑近顾比岸戏看 姐姐这样好帅 也难怪他们会喜欢 听言 布比岸眼神一顿 那香葵喜欢我这个样子吗 香葵一脸笑意 当然 谁不喜欢这么帅的小胳膊呢 说完 他主动挽上顾比岸的胳膊 将自己的脑袋靠上他的肩 嘿嘿 正好机会难得 也让我感受一下有男朋友的感觉吧 见到香葵这般天真可爱的样子 布比岸方才落寞的脸上 才浮现出一抹浅笑 过了片刻 香葵好奇的眨了眨眼睛问道 姐姐之前不是还说要告诉我真相吗 布比岸点了点头 我是想告诉你 我并不喜欢叶千语 香葵出乎意料 你不喜欢他 那你们之前是 布比岸欲言又止 微风吹起他的发丝 他想要说出口的答案 似乎也被风一起带走 太后的警告再次在脑中响起 别再被无关紧要的人影响 你和千语的CP要继续炒热 想到这里 布比岸眼神闪烁 以香葵这样的性子 知道真相反而会更加危险 见布比岸姐姐沉默不语 香葵拉了拉他的袖子追问 怎么了 对上香葵单纯的眼神 布比岸却又忍不下心来继续骗他 他皱了皱眉头低声回道 我其实只是在利用他炒CP而已 并不喜欢他 更不会因为他和你置气 香葵听到这话顿时哑口无言 第二日的赏花宴上 得知了炒CP一事 香葵在望向布比岸和叶千语之间的恩爱模样 只觉得叶千语十分可怜 这个男人 被利用却还深陷其中 叶千语察觉到香葵怜悯的小眼神 只觉得十分不自在 忍不住开口质问顾比岸到底和香葵说了什么 他才会那样盯着自己看 宴会结束 顾比岸被封飞位 带着皇上贵重的赏赐回宫 顾比岸却大方的直接转手送给香葵 香葵拿起一根玛瑙手串有些怅然 今日看皇上对姐姐愈发宠爱 我倒是希望 姐姐也能真心喜欢上他 顾比岸不明白香葵为什么这么说 香葵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只是觉得皇上一片真心换来的却全是假意 有点可怜罢了 听言顾比岸的眼神顿住片刻 又淡淡地回了局 他得到的也不全是假的 因为今夜 他召我去试寝 男扮女装的妃子一脸忧郁 只因他即将被皇帝召去试寝 香葵见状十分不忍 他只知比岸姐姐不喜欢叶千语 却不知这是顾比岸为了引起他的心疼而故意为之 这夜 顾比岸来到叶千语的请殿 叶千语很不解 天色已晚 你过来作甚 顾比岸淡淡回道 不是你翻了我的牌子要我试寝吗 叶千语汉言 可你不都是会找个理由拒绝吗 顾比岸神色自若 今夜忽然不想拒绝了 听到这话 叶千语汉毛竖起 立刻报警自己提高警惕 顾比岸一看他想歪了 又继续解释 别多想 我坐一会儿就走 房间内气氛尴尬 过了片刻 叶千语忍不住追问 你还要做多久 顾比岸眼神流转 直到有人心疼我为止 此时寝宫之外 不远处的池塘中 香葵刚跳入水里泡着 他只想惊动皇帝 助比岸姐姐逃过一劫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皇上耳朵里 但听到跳河的消息 顾比岸十分意外 没想到他会来这招 叶千语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 顾比岸低声劝道 香葵会水 应该没有大碍 叶千语却眼神一沉 可怕的不是水 而是人 与此同时 香葵身后 一名宫女正向他游来 这宫女嘴上说着 娘娘我这就来救您 然而当他一靠近香葵 却伸出一手 直接将他按进了水里 这宫女力气出其大 香葵无力挣扎 憋气到极限便再也无法支撑 窒息只敢让他失去意识 陈全向水底伸出落去 忽然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 叶千语从身后将他抱起 窜出水面 不比岸想要跳入水中帮忙 却又被身后侍女阻拦 下水的话 衣服尽是会被发现男儿身 叶千语将香葵放到岸上 此时的香葵面色苍白呼吸微弱 等太医赶来 就怕为时已晚 叶千语伸手抬起香葵的下巴 深吸一口气 直直吻上香葵的双唇 将空气堵入他口中 一旁的布比岸健壮顿时僵住 这动作 持续了片刻 直到香葵发出一阵猛壳 他恍惚真脸 只见叶千语就在眼前 他刚想开口说话 叶千语的神色立刻又变得愤怒 够了 你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见不得贤妃受宠 就想借此引起朕的主意 你这手段可真是下作 即日起 香葵禁足三日 给我好好回去反省 说完 他又转身走向顾比岸柔声安慰 贤妃脸色这么难看 是被吓着了吗 既然香葵惊扰了爱妃 那就再罚他跪一个时辰向你认错吧 听到这话 顾比岸咬牙反问 你究竟想干什么 叶千语眼神冰冷 我是在救他 你少在这扮演护花使者 还有 忘了告诉你 他的嘴很软 顾比岸心中震怒 但他却不能再表现出分毫 他默默望向浑身颤抖的香葵 明明香葵昨日不仅落水 还动了一个时辰 香葵听言不以为然 他从小便在荒野生活 早就冻习惯了 当时姐姐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 不比岸脸蛋发烫 头上还冒着虚汗 轻声回了句 还行 就是觉得有点冷 听到这话 香葵挺身而出 我身上暖和 不如让我来帮姐姐暖杯窝吧